在2022年的开年,首战WTT澳门冠军赛上,国平两位年轻的世界冠军单打夺冠,一起站在了最高领奖台。 他们是男单冠军王楚清,女单冠军王曼玉,两人还获得了拍大合照占C位的优待。 从拿到团体奥运冠军开始,王曼玉就进入了爆发的快车道,从全运会到世锦赛,王曼玉的两次女单夺冠都是连续击败陈梦、孙颖莎,含金量极高。 在新加坡世界杯上,王曼玉虽然首轮翻车,但没有输队友,而是输给了杜凯勤。 在澳门赛中,王曼玉依然保持内战无敌的态势,再次击败陈梦,决赛又赢了刘诗文。 目前,王曼玉在女拼队内突然变成难以翻阅的大山,陈梦纵使拼尽全力也是连吃败仗,孙颖莎可望成为大满贯,但现在完全被同代双子星王曼玉盖住了风头。 优秀的人,他们的光芒只会被更强的人遮挡,但竞争是动态的,王曼玉与孙颖莎的竞争会持续很多年,而王楚钦是在连胜马龙、许新、林高远之后,拿下南丹冠军。 这个结果超出很多人的意料。 在时隔八百多天后,王楚钦终于又一次拿下单打冠军。 他也是很兴奋。 在大合影时,王楚钦看到王曼玉,还调皮地用胳膊去推王曼玉。 作为师姐,王曼玉很大气,没有动手反击。 随后,两人热聊中,一向给人酷酷感觉的王曼玉被王楚钦斗了。 笑道瞇眼。 实际上,王楚钦与王曼玉也曾是混双搭档,被称作王炸组合。 他们一起拿过2020年全锦赛混双冠军。 当时击败的是许新孙颖莎。 当然,大家更熟知的是沙头组和王楚钦孙颖莎,毕竟配合次数更多。 更是拿到了世锦赛混双冠军等多个重磅荣誉。 从混双角度来看,王楚钦无论是搭档孙颖莎,还是搭档王曼玉,都有很强的竞争力。 这也增加了他冲击巴黎奥运会名额的砝码。 在东京奥运会上,王楚钦、王曼玉就同事奥运批卡,而王曼玉得到了参加团体赛的机会,率先成为奥运冠军。